很快一声野兽低沉的嘶吼声传了出来 玩家意识到情况不妙 他本能地后退了几步 直接一个白色外观 向寻生守卫的生物爬了出来 这和玩家印象中的寻生守卫差距太大 玩家多看他一眼都感觉是一种煎熬 于是他果断逃跑 但这个白色的寻生守卫一直穷追不舍 玩家不断地向前逃跑 边跑边插火把边回头查看身后的情况 但是他低估了这个生物的能力 最终玩家还是开心的隔屁了